大家好,咱们平常说一个人见钱眼开毫无底线,就会说他连死人的钱都赚,这差不多是对人最恶毒的责难。 然而在古代中外社会都有大量的社会渣子愿意赚死人钱,这里所谓的赚死人钱是真的用尸体做交易,还把这个生意做得乐此不疲,咱今儿就聊了这个。 中国古代在汉唐时期特别讲究后葬风,自己的家底都埋在棺材里,这样一来死人的坟就会被活人看作发财的门路,整个古代社会盗墓之风极为猖獗,所以中国叫石墓九空。 不过中国人更重视是坟墓里的金银珠宝,对于死人的价值并不看重,所以今天考古学家发现被盗过的古墓大部分情况是墓主人的尸体还在,但值钱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 但是在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代,下层民众招不保夕,上层士大夫浑浑噩噩,一心只求长生不老之术。 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吃死去古人的肉可以延年益寿,于是大量古墓被破坏,尸体被人分而食之。 相传春秋时期,齐香公的墓就是这个时候被盗,再被人端上餐桌了。 不过更多时间里,社会都对吃死人肉没什么兴趣,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 因此古代虽然盗墓没断过,但是墓主人很少成为商品。 和中国相比,西方古代倒败尸体就显得是花样被出。 在西方传统医学体系当中,天然立青是一种神药,直接口服或者掺在其他食物当中一同服用,有病治病,没病健身。 虽然天然立青主要产地在中东一带,欧洲产量不高,一般人用不起,导致有价无市。 欧洲人用不起,但是埃及人用得起。 古埃及人做木乃伊,先用天然立青糊在死者身上,糊出来一层厚厚的包浆在缠布。 得知木乃伊的成分之后,满世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找到欧洲人,对木乃伊进行了一番添油加醋,说这是存放先人灵魂的容器,放了好几千年都没有腐烂,肯定有特殊魔力,如果吃点就再好不过了。 欧洲人找了上百年的天然立青,听说木乃伊身上就有,想都没想就重金求购。 这玩意儿在埃及不值钱,随便一挖就立得堆,当地人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阿拉伯人,然后阿拉伯人再以高价运往欧洲。 史料记载,最牛的商人一天就从埃及带走了270具木乃伊。 这些木乃伊送到欧洲之后,立马引来了大贵族大富豪的青睐。 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宴会上,最常见的就是各位宾棚吃饭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主人在搬出宴会的重头戏,一具不远万里运来的木乃伊。 在这个各位宾棚的注视下,主人将木乃伊切卸一小块,磨成粉,宾客把木乃伊粉撒在牛排上或者倒进红酒,自此宴会达到了最高潮。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对木乃伊情有独钟,他每天就喜欢躲在房间里自制木乃伊料理,以希望达到最佳的口感。 后来用木乃伊粉调配出红酒,叫做国王的穷姜。 除了拿来改善火池之外,人们更多的还是拿它当药用。 17世纪的名医,世界上第一个对精神病做研究的医生托马斯威廉斯,曾经把木乃伊的头骨磨成粉,然后呢,这个跟热口口一起冲服。 法国骑士国王弗朗索伊士一升南北征战,在他出征前最喜欢把木乃伊粉随身携带到战场,除了方便止血之外,还相信这玩意有灵气,能够保佑自己的伤口直接愈合。 前面提到过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晚年突发疾病,御医们就围绕着木乃伊给他开药番,先让他生嚼木乃伊,再让他抱着一大瓶泡有木乃伊的酒,一通狂饮。 经过一番痛苦的治疗之后,查理二世倒在御医们精心配置的木乃伊神教旁边,就挂了,等到欧洲人来到美洲建立新世界,潜意识里还没有放弃对木乃伊的热爱。 1865年呢,林肯遇刺,文讯赶来的医生第一时间往伤口上撒一包木乃伊粉止血,结果肯定不敢用,林肯在第二天宣告伤重不治。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欧洲人都逐渐明白吃木乃伊那一套,纯粹就是扯淡,然而呢,倒卖尸体没有因此断绝。 当时呢,欧洲的医院呢,为了做实验,需要用大体老师当教具,也就是用来教学用的尸体,对大体老师首要的要求就是尸体得新鲜,否则就没有医学价值了。 同时法律还规定,只有罪犯的尸体才能被解剖,一时间合法的尸体变得供不应求,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倒卖尸体的可乘之机。 这些社会渣子都在坟地守着,看到心里的墓碑就赶紧把尸体挖出来卖给医院。 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的儿子死后尸体被偷走了,最后呢,警方在大学实验室里才找着,为了防止尸体被盗,很多死者家属会偷偷下葬,过上个一年半载,再立墓碑。 到十九世纪下半夜,美国人还想上了一个发明,被叫做棺材鱼雷,在棺材里面安上一个类似于小型猎枪的发射了装置。 只要棺材盖被打开,就会触发机关,然后呢,机关扣动猎枪扳机,把盗墓贼轰得一命呜呼。 现代医学发展的同时,西方的工商业取得了长租的进步,一些商贩同样呢,想利用尸体发家致富。 当时欧洲战争打完了,尸体经常无人处理,救人打他们的主意。 滑铁卢战一打完,附近就有民众带着钳子去撬死者的牙,然后卖给商人做成假牙。 这样的牙在市场上被称作滑铁卢牙,是优质假牙的代名词,因为那个时候市场的假牙呢,用的是动物的骨头或者人牙制成的。 动物骨头因为材质不一样,带起来不舒服,人牙也不知道原先这个人的牙齿是否健康,要是从一个老人嘴里撬下来,这假牙就属于白装了。 滑铁卢就不一样了,都是来自刚死不久的年轻人,质量有所保证。 那些个滑铁卢士兵的其他骨骼也被拿来开发利用,在战役结束后不久,就有商人办理了挖掘战场的许可证,在战场附近开业了一家制堂厂, 他们把士兵的尸体挖出来,烧成骨炭,作为脱色过滤器,把原糖加工成白糖。 后来呢,这个事经过民间口口相传,越传越离谱,被传成滑铁卢的尸体,被烧成了糖。 除此之外呢,还有些尸体被烧,变成肥料或者制成骨瓷,再运往欧洲出售。 这些士兵成就了古代帝王的光辉伟业,然而他们自己在历史中不仅没有名字,甚至连自己的尸骨都留下来。 随着现代各国逐渐有了人权意识,各国法律都偷盗破坏尸体的行为,都有严格的惩罚措施。 但倒卖尸体的风气依然没有断绝,比如苏联大饥荒时期一些公社就给民众下任务,找到那些恶嫖上报者有讲,于是在民众当中就有了挖坟并倒卖的行为。 不论动机是什么,连死人钱都赚的倒卖尸体,怎么看都是丧尽天良的行为。 在现在社会居然还有这样的存在,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好了,那关于古代倒卖尸体,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